各位同学 上一段我们已经跟同学介绍过 Handerson方程式用途其中之一 就是我们可以借由这个方程式来计算 缓冲容易的PH值 然后借由这个PH值的大小改变 来判断这个缓冲容易的 我们的缓冲容量 借由这样的方式来比较它的缓冲容量 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同学来讨论 Handerson方程式的第二个用途 第二个用途就是PH值对弱酸解离度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弱酸在水里面是部分解离的一个情形 所以在这个水溶液里面含有这样的物种 就会影响到这个弱酸解离 例如说上次我们有跟同学介绍过 所谓的同离子效应 那同离子效应的时候就是说 在这个弱酸的系统里面 加入跟这个弱酸共同的离子的时候 就会抑制弱酸的解离 那在这里面呢 PH值是不是就是氢离子的浓度 那氢离子的浓度高低 也会影响到弱酸的解离 那在这里面呢 那弱酸解离的这个量呢 我们就可以借由Handerson这个方程式来做判断 可以做一个量化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现在来假设 从里面减的量跟酸的量是怎么样 是一样的 那这个减从哪 就是说那这个里面来讲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 这个以畜酸来讲 畜酸在水溶液里面 它是部分解离的 所以我今天有加入少许的畜酸跟离子的时候 会抑制它的解离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那我们先不要讨论 这个共同离子的问题 那假设在这里面 PH值是比较低的 比较低的意思代表是不是 氢离子浓度比较高啊 那也会影响到我的畜酸的解离 因为我氢离子浓度已经比较高了嘛 所以我的平衡是向左边移动 所以它就比较偏向于不喜欢解离 所以反过来说 如果PH值是上升的时候 它就表示氢离子浓度下降 然后呢 畜酸就会比较大量的解离 那到底解离的量是多少呢 我们就用Handerson方程式来做判断 以PH值等于PKA 刚刚我们说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表示在这个系统里面 碱的量跟酸的量是一样的 那碱从哪里来 碱是从畜酸这边解离出来的 因为受到PH值的影响 那这个时候呢 那意思说这里面有一份的碱 是从一份的酸过来的 那现在呢 我的系统里面有一份的酸 那这一份的酸又是从酸过来的 这个碱除以酸 这个比值为10 比值为10的时候 它的解离率是91 表示说这个10份的碱呢 它是从原来是酸的一个状况 可是因为我的PH值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倾向于解离比较多 所以变成比较多的碱 那表示说这10份的碱 原来是从10份的酸过来的 所以原来应该有11份的酸 可是有10份的酸已经解离了 所以是10除以11 所以解离百分率是91个percent 那在这里面呢 不同的PH值 弱酸的解离率就不一样 你可以从这张表 同学可以看到 这个PH值呢 由上而下是怎么样 越来越小 表示它越来越酸 越来越酸的时候 那弱酸的解离呢 就会越来越不喜欢 偏向于不喜欢解离 那我刚刚已经 在这个说明来讲 已经跟同学介绍过 PH值等于PKA 或者是PH值等于PKA加1 这样的一个情况 同学们可以试试看说 假设是PH值等于PKA-1 或者是PH值等于PKA加2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解离率在这张表上面 那同学可以试试看 可不可以用 借由Handerson方程式 把这个解离百分率计算出来 好 接下来我们再跟同学介绍 Handerson方程式的第三个用途 那第三个用途就是 告诉我们 如何配置特定PH值的缓冲容易 那就是假设我有希望 配置特定PH值的缓冲容易的时候 可以借由Handerson方程式的帮忙 那一般而言呢 我们配置特定PH值的缓冲容易的时候 会先来查表 来看看哪些弱酸的PKA会接近这个PH值 然后呢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调整 整个弱酸和共二减的一个比例 那这个地方来讲 例如说PH值等于7这样的缓冲容易的时候 我们就会选择磷酸二氢钠 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磷酸二氢钠来讲 在水里面就是完全解离变成磷酸二氢根 那它还有两个氢哦 所以它还是可以怎么样 还是算一个弱酸 那这时候我加入少量的氢氧化钠的时候 那这时候少量氢氧化钠 就会跟这个磷酸二氢根反应 那这时候就会变成磷酸氢根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系统就变成是一个 弱酸跟共二弱减的一个系统 那这个时候 磷酸二氢根的PKA是7.21 那我们这个地方 例如说我们这一个 缓冲容易我们希望PH值等于7 那这时候PKA已经是7.21了 那只要我们调整里面 酸跟碱的比例 让这个log base除以acid 这个碱除以酸的这个 这个相次 加上对数是 负的0.21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配出 这个缓PH值等于7的缓冲容易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所以各位同学可以知道说 在这里面 例如说以弱酸 加入少量的强减 还是可以配置缓冲容易 因为这个原来的弱酸跟少量的强减反应的时候 就会反应变成 共二弱减 所以那这个系统来强减就会被反应 因为是少量嘛 所以整个系统里面是 弱酸跟 还是弱酸跟共二弱减的一个系统 那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们要配PH值等于9的缓冲容易的时候 我们就会采取用 氯化氨跟氨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氯化氨的水里面就是百分之百解离 变成氨跟离子 那这个时候呢 氨跟离子跟氨是互为共二酸减对的 那这个就是一般典型缓冲容易的配法 就是弱酸跟共二减 这个配置的一个情况 那这时候 我的氨跟离子的PKA是9.25 那意思是说 我要配PH值等于9的时候 我只要调整里面 氨跟氯化氨的浓度 让这个log减除以酸的这个数值 是负的0.25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可以配出 PH值等于9的缓冲容易 所以我们可以借由 Handerson方程式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计算 那原则上是 配置特定PH值的缓冲容易的时候 我们选择的弱酸 因为我们上次有跟同学介绍过 我们也不希望这个base跟asset这个差距 差距太大 因为如果这个数字差距太大的时候 它那个PH值的变化是很大的 那之前我们有介绍过 所以我们如果要配置特定PH值的缓冲容易的时候 会选择的弱酸的PKA 会在PH值加减1的范围之间 用这个原则来选择适合的弱酸 那关于Handerson方程式的用途 有另外两个用途的时候 先跟同学介绍到这边 这个情况下 我用途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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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减4分钟 来到2分钟 比较小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